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着赵婶回到了屋内 看了一眼重病的丈夫赵叔 整个农场只有他们两个人 赵婶无奈的摇了摇头 来到了写字桌前写起了日记 忽然外面又传来了动静 这次听着像是狼的叫声 赵婶小心翼翼的往门口走去 突然门开了 似乎是有什么东西进入了房间 画面一转 时间来到了星期一 农场里开来了两辆车 下来了一男一女 他们是赵婶的孩子 小帅和小美 她们是得知父亲病重的消息 专程赶了回来 但奇怪的是 赵婶却看起来并不欢迎自己的孩子们 在晚餐的时候 赵婶看起来性格非常的古怪 一句话不吭 整顿饭吃得很是压抑 突然她大吼了一声 离开了桌边 兄妹俩看母亲的状况很担心 决定留下来住几天 照顾照顾父母 兄妹俩聊了一会儿 就各自回屋睡觉去了 当小美路过客厅 看到赵婶面无表情的看着电视 接着小美来到厨房倒了一杯水 就在这时 门突然开了 小美过去查看 却空无一人 然而小美没看到的是 在走廊上出现了一个黑色的人影 正死死的盯着她 这时一个声音传来 吓了小美一跳 原来是赵婶 赵婶问她是否发现了什么 小美说什么也没有 赵婶就又面无表情的离开了 转过天的晚上 赵婶在厨房里做饭 突然又传来了门打开的声音 赵婶停了一下 没有理会 继续切案板上的胡萝卜 然而令人毛骨悚然的是 她竟然用力的切掉了自己两根手指头 专心的疼痛让赵婶泪流满面 但却依然没有停止手上的动作 继续切着胡萝卜 又一天过去了 小帅和小美起床后 在厨房看到了斑斑雪迹 却找不到自己的母亲 她们循着雪迹一路来到了羊圈 眼前的一幕让她们惊呆了 赵婶竟然上吊自杀了 极度悲伤的兄妹俩简单地收敛了母亲的尸体 联系了殡仪馆来处理 转过天 照顾父亲赵叔的护工 泡妹来到了家里 泡妹似乎了解赵婶家的情况 安慰兄妹俩说 你们的母亲以前就精神不大对劲 我有时候看到她对着空气说话挥舞拳头 她建议小帅小美尽快把赵叔送到医院 但小美并不同意 她说自己这些年亏欠父母太多了 现在母亲去世了 自己要好好的照顾父亲 接着小美又问了一些母亲的情况 她们感觉不是精神病那么简单 赵婶原来并不信教 忽然好好的开始信教了 还准备了很多的小十字架 这是教会教的驱魔的办法 而且她性情也大变样 还有前两天门莫名打开 都让小美感觉这是灵异事件在作祟 但小帅不相信这些怪力乱神 两人为这事吵得不大愉快 随后小美来到浴室洗澡放松 忽然发现瘫痪许久的赵叔竟然站在浴帘外看着她 眼睛就像被恶魔附体一般 翻着白眼 身体也在不停地抖动 小美被吓得尖叫了起来 小帅闻讯而来 却只看到了吓得缩成一团的小美 其他的什么也没有 听了小美的描述后 她立刻来到了赵叔的房间 而赵叔依然在昏迷状态 丝毫没有醒过来的痕迹 但小美坚持说刚刚看到的就是赵叔 两人免不了又是一番争吵 在无意中 小帅看到了赵婶留下的日记 两人停止了争吵看了起来 不过却越看越顺人 里面描述的内容说明一个点 这个房子里有鬼 特别是在最后一页 上面全是赵婶的求救 看了日记 小帅也渐渐地开始怀疑 难道真的是鬼在害人 她再次来到了赵婶上吊的地方 发现这里离地面很高 赵婶到底是怎么上去的 这真是个谜 晚上小美正在照顾赵叔 忽然从赵叔的嘴巴里钻出了一只蜘蛛 小美连忙驱赶 而另一边 小帅正在睡觉 房间里的灯突然亮了 她以为是小美 但起身查看却并没有人 小帅关了灯继续睡觉 但不一会儿 灯又亮了 她爬起床再次关掉 无意中瞟了一眼窗外 居然发现赵婶竟然漂浮在草坪上 还冲着她诡异地笑呢 小帅也是愣住了 这时身后传来了动静 她本能地回头查看 却什么也没有 再次看向了窗外 赵婶也消失了 然而在小帅开灯的一瞬间 赵婶居然面目猙獰地站在了小帅的身后 但小帅一转身 再次消失了 转过天 小美起床后 发现自己的脸上被人用口红画了很多的印记 而更诡异的是 口红居然出现在了造书的枕头旁 就在小美疑惑的时候 电话铃响了 小美接起电话后 一个女人对她说 我告诉过你们不要回来 吓得小美赶紧扔掉了听筒 因为这个声音正是死去的造婶的 与此同时 去小镇购物的小帅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一位神父 他想和小帅聊一聊 还给了他一个小十字架 小帅看到这和造婶的小十字架一模一样 就问他是不是认识自己的母亲 接着神父和小帅回到了家 沉默了很久后说道 你们的母亲一直在对抗恶魔 但最后还是没有抵挡过 兄妹俩一听就觉得神父在胡言乱语 就下了毒客令 不过神父在临走时告诉他们 恶魔就在你们的身边 你们还是赶紧离开吧 晚上小美带着母亲的日记来到了羊圈 希望能够找到线索 突然影片一开始的那种嘈杂声又出现了 小美有些害怕 呼喊小帅的名字 而在她身后的墙上 一个高大的影子正在慢慢的接近她 小美赶紧跑回了房间和小帅说 也许神父说的对真的有鬼 这时她看到屋外有人 拉开窗帘一看原来是神父 赶紧就邀请她进来 但神父却喃喃的说道 不要靠近自己 小帅感到不对劲 用手电筒一照 发现神父翻着白眼身体抽搐 和造书当时一个样 兄妹俩正愣神 电话铃响了 他们再回头 神父不见了 小美因为接过鬼电话 吓得赶紧拔掉了电话线 而此刻电话线的那头 焦急的邻居胡子书 正在给他们打电话 好像是要提醒他们什么事 但半天都没有人接听 这时胡子书竟然看到 小美出现在了她的房间 小美发出了恶魔般的声音 紧接着胡子书目光呆滞的吞枪自杀了 转过天 担惊害怕好几天的兄妹俩 终于决定送父亲去医院 于是请来的家庭医生查看父亲的情况 但医生却说 赵叔现在的情况很不稳定 不能去医院 胖妹安慰兄妹俩 说自己会照顾好赵叔 还会为他虔诚的祈祷 到了下午 小帅在农场上看到一只瘸腿的羊 身上还有血迹 他和小美一路跟了过去 结果发现整个农场的羊几乎都死了 现场就像末日一般 小帅将仅存的几只羊收留了起来 这时操杂的声音再次出现 小帅抬头一看 竟然是赵婶一步步的向她走来 小帅吓得闭上了眼睛 等她再次睁眼 赵婶不见了 画面一转 小美躺在赵叔的身边 这时她感到有什么东西在接近赵叔 壮着胆子回头一看 父亲居然消失了 扭头再一看 赵叔居然在天花板上 小美一声尖叫醒了过来 原来只是个噩梦 转过天的一大早 小美发现赵叔的脖子上有伤痕 想询问小帅是怎么回事 但小帅却不在家 她打电话给小帅 小帅说自己要走了 自己想自己的老婆孩子了 不想在这里耗着 小美扔下电话 又去找胖妹了解情况 却看到胖妹拿着毛衣针 不停地捅自己的脸 一边捅一边痛苦地念着圣经 就这样胖妹倒在了血泊里自杀了 小美吓得晕了过去 而另一边 小帅回到家中 却看到妻子和两个女儿割腕自杀了 小帅是悲痛欲绝 拿出刀也自杀了 然而画面一转 小帅的妻子和女儿 却开心地回到了家中 结果却看到了小帅冰冷的尸体 原来他们根本就没有死 而另一边 小美醒了过来 来到了父亲的床前 发现造书已经凉了 这时一道黑影扑向了小美 随着小美的一声惨叫 影片到此结束 好家伙 看完是一脸的懵逼 本片是那种毫无缘由的 纯粹的邪恶 营造了一种缓慢 而又时刻紧逼的恐怖氛围 风格有些像日式 比如咒院 但剧本还是略显单薄 至于前因后果 真是一脸的懵逼 感觉就像是 谁进过那个房子 谁就得死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涛 一个爱看恐怖片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 而不敢看的恐怖电影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涛 让小涛来给你解说一下 最后 大家 晚安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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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